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股市节目 特朗普的再度胜选如同一颗炸弹瞬间引爆了股市 主要指数创下历史新高 投资者们对未来的减税和放松监管充满期待 特斯拉、银行股以及特朗普媒体的股票都迎来了大幅上涨 特别是特斯拉的股价因埃隆、马斯克的支持而飙升 然而这场股市狂潮的背后却也隐含着未来的风险 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加剧 中国股票受压 而对加密货币的热情也随之上升 甚至比特币价格创下新高 特朗普的政策将如何影响全球经济 特别是对于贸易和外交关系的影响 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随着市场的波动 许多投资者担心 特朗普的政策是否会带来高通胀和更大的经济挑战 整体来看 华尔街的活力与变化都在持续加剧 未来的经济走向也成为了焦点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 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 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的深远影响 在特朗普最终获胜后 华尔街股市呈现出激动人心的飙升态势 这一现象主要受到投资者 对钱在清商政策的乐观预期所推动 预计特朗普政府可能实施的企业减税 友好的关税政策 以及放松监管的措施 尤其激励了银行股和本地小型企业的股价大幅上涨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 得到了特斯拉首席执行官 埃隆·马斯克的支持 并承诺任命马斯克为政府效率委员会的负责人 这一消息导致特斯拉股价迅速上涨了12.5% 整个华尔街的主要股指在开盘时创下历史新高 小型股指数罗素2000也攀升至近三年来的最高点 市场策略师杰夫·舒尔茨评论道 特朗普的清商政策可能会再次激发商业活力 促进资本支出和投资环境的改善 值得注意的是 特朗普的共和党在参议院取得控制权 并在众议院也有所斩获 这一政治格局的改变 使得特朗普在立法和关键任命上的推动力增强 进一步稳定了市场对政策变革的预期 花旗的美国股票策略师斯科特·克罗内特指出 市场已经为共和党可能获得的强大授权 进行了定价 并对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保持积极态度 在股票市场中 美国主要银行的股价如摩根大通 美国银行和高盛均实现了6%至10%的增长 黑石投资研究所指出 特朗普的胜利可能象征着一些监管的放松 尤其是银行业的监管 然而大型科技公司仍可能面对 两党对其反垄断的关注 半导体行业也受到特朗普政策影响 费城半导体指数上升了1.8% AI明星公司NVIDIA上涨了2.7% 尽管特朗普批评美国的CHIPS和科学法案 但他提议对进口芯片 特别是来自台湾的TSMC征收关税 这导致TSMC在美股市场下跌了3% 能源政策领域油气股上涨了3.5% 但可再生能源公司如Next Air Energy和First Solar 分别下跌了6%和13% 特朗普的能源政策聚焦于最大化美国燃料和电力产出 这与拜登政府的气候政策形成对立 电动车市场也经历了波动 虽然特斯拉因马斯克与特朗普的关系 而股价上涨 但其他电动车制造商 如Rivion Automotive和Nikola 因特朗普考虑取消7500美元的电动车购买税收抵免 而股价下跌 专家加雷特·纳尔池表示 特斯拉在电动车市场上的盈利优势可能因此扩大 美国与中国的紧张局势升级 导致美国上市的中国股票承压 iShares MSCI中国ETF下跌了近2.4% 特朗普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60%关税的计划 可能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大影响 特朗普被视为支持加密货币的候选人 他的胜利提升了比特币的价格至新高 此外 与加密货币相关的公司如Gwenbase和Microstrategy的股价大幅上涨 此外 私人监狱运营商如Geo Group和Core Civic因特朗普打击非法移民的承诺 而股价上涨超过30% 这显示出特朗普胜选对特定行业的深远影响 在全球的反应中 印度总理莫迪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对特朗普的胜利表示祝贺 而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则因失利而计划发表让步演说 不同选民群体在这次选举中的态度和选择也反映出美国社会的多元化诉求和复杂性 综上所述 特朗普的胜选不仅重新定义了美国的政治格局 也将对全球经济和外交政策产生深远影响 在未来的几年里 特朗普的政策将如何影响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特别是在贸易和外交方面将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投资者和观众们都在密切关注市场的进一步动态 以寻找在这场政治变革中潜在的投资机会 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最及时和深入的市场分析与解读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J. Trump 是一位美国商人、电视名人和政治人物 曾于2017年至2021年担任美国第45任总统 特朗普生于1946年6月14日 成长于一个房地产开发家庭 他的父亲弗雷德、特朗普 是一位成功的房地产开发商 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 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后 进入家族企业 逐步将其发展为一个涉足多个领域的企业帝国 在进入政坛之前 特朗普以其奢华的房地产项目 如特朗普大厦和其他知名建筑项目而闻名 他还通过举办电视真人秀节目 飞黄腾达The Apprentice 进一步提高了知名度 在这个节目中 他以其直接和果断的风格 成为了美国公众眼中的一个鲜明人物 特朗普的政治生涯始于2015年 当时他宣布作为共和党候选人 参加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 尽管最初不被看好 但凭借其非传统的竞选策略 和对美国政治现状的尖锐批评 他赢得了共和党提名 并最终在选举中 击败民主党候选人 希拉里·克林顿 作为总统 特朗普的政策和领导风格 颇具争议 他的执政重点包括 推动美国优先政策 实施税制改革 任命保守派法官 推行移民限制措施 以及退出多项国际协议 如巴黎气候协定 和伊朗和协议 他的外交政策 以直接对话和谈判为特点 与朝鲜和俄罗斯的互动 尤其引发广泛关注 特朗普的执政时期 也是美国政治极化和社会动荡 加剧的时期 在他任内 美国经历了多次大规模抗议活动 涉及种族 公民权利和警察执法等问题 此外 特朗普本人也因其言辞和行为 多次引发争议 包括在社交媒体上的活跃表现 2020年总统选举中 特朗普寻求连任 但败给了民主党候选人乔拜登 特朗普及其支持者 对选举结果提出质疑 并声称存在广泛的选举舞弊 尽管这些指控缺乏实质证据 2021年1月6日 特朗普的支持者 袭击了美国国会大厦 此事件导致众议院第二次 对特朗普进行弹劾 指控他煽动叛乱 但最终参议院未能通过弹劾决议 在离任后 特朗普继续在美国政坛 保持一定影响力 特别是在共和党内部 他成立了特朗普媒体及科技集团 并推出了一款名为 Truth Social的社交媒体平台 以对抗其被主要社交媒体 平台封禁的局面 他继续参与公共讨论 并对2024年再度参与总统竞选 表示了兴趣 特朗普的个人风格 政策立场和政治遗产 在美国和国际社会中 引发了强烈和持续的辩论 他的支持者称赞他 作为一个局外人 挑战政治建制 并推动经济增长 而批评者则谴责 他的分裂性言论和政策 无论政治立场如何 特朗普作为一种现象 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生态 其影响仍在继续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 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特朗普再次当选 美国总统引发的股市大涨 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焦点 这一现象表明 市场对于特朗普的 轻商政策 减税和放松监管的承诺 充满期待 然而 这种乐观情绪是否能持久 仍然需要打上问号 特朗普的政策 虽然可能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 但也可能导致贸易摩擦加剧 和财政赤字扩大 进而推高通胀 给未来经济带来不确定性 与此同时 特朗普的政权对于全球化的怀疑态度 及其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支持 可能损害全球经济的长期稳定性 特斯拉与马斯克的亲密关系 似乎成为了股市上升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但这种状况却反映出市场的某种非理性繁荣 特斯拉股价的飙升 部分是基于马斯克将在特朗普政府中 担任重要角色的预期 然而 这种过度依赖个人关系和政治风向的市场表现 是否能够持续保持 仍然值得怀疑 其他电动车制造商的股价下滑 显示出市场对特朗普可能取消 电动车税收抵免政策的担忧 这种政策上的不确定性 会使得市场投资者 对于新能源行业的前景保持谨慎 另外 特朗普当选后 与其政策相关的公司股价普遍上涨 但这种上涨背后却隐藏着更多风险因素 特别是加密货币 能源和钢铁行业 虽然受益于特朗普的政策 但这些政策的可持续性和可预测性存疑 加密货币市场的波动性极高 特朗普的支持可能只是一时的市场催化剂 而非长期增长的基石 能源和钢铁公司则可能面临环保政策的反扑和市场需求波动的挑战 这些行业的投资者需要谨慎考虑短期利益与长期风险的权衡 特朗普胜选对全球市场的影响不容忽视 尤其是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潜在加剧 美国对中国及其他国家商品的高额关税政策 可能导致全球供应链的进一步紧张 加剧贸易战的风险 此外 特朗普对于移民政策的强硬立场 可能在国内外引发更多争议和不安定因素 全球市场不仅要考量短期的经济增长潜力 更需重视长期政策导致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变化 投资者需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 保持清醒与理性的分析 避免盲目追随市场的短期波动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不愿意